大家好,我是小猪 鬼滅之刃从去年开始崛起 今年打破了海贼王的年度最高销量记录 人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海贼王曾创下漫画年销量3800万册的记录 而如今的鬼滅已突破着6000万册 这足以证明鬼滅漫画销量猛涨 别忘了5月才刚开始 鬼滅的销量并未呈现颓势 说不准今年会有销量破亿的成绩 在鬼滅人气正值巅峰期阶段 漫画却给人一种完绝在即的感觉 如果鬼滅此时完结 对销量必然会产生影响 即便鳄语老师有完结的意想 编辑们会同意吗 要知道鬼滅现在相当于摇钱树一般的存在 人气比其他新生代台注更高 强行完结的损失可想而知 因此鳄语老师没有在决战后填伏笔 反而是开启新的剧情 决战后的结局还算比较圆满 但新剧情将进入现代片 在204话彩色飞夜中 炭治郎和妹妹以及那些死去的人同时出现 几何伟业的现代片暗示 表明炭治郎兄妹在多年之后野兽中正情了 最起码没能活到现代 大正时期距离21世纪七八十年 即便炭治郎无视般文的影响 那也只是常人的寿命 既然要讲现代片 那么把伏笔留到现代片来讲 这样第一步的结局就不算烂尾 其实第一步需要解释的重要伏笔 只有青色彼岸花 炭治郎无惧阳光的体质 倒是不用在意 概率或遗传问题 例如炭治郎有很多兄妹 唯独她是贺卓之子 人中有意思 新剧情的主角不再是炭治郎 为了避免让观众们 目睹大团圆之后的生离死别 鳄语老师直接把时间线推进到现代 可能会有观众疑惑 在无惨被灭后 鬼杀队也解散了 现代片的boss是谁 其实可以扩展世界观 比如加入一些其他国家的鬼元素 又或者无惨在炭治郎死后夺射其身体 炭治郎儿子或孙子 有此踏赏新的征程 官宣漫画近年的销量突破六千万册 猛掌的趋势还在持续 所以鬼灭的故事很难直接结束 鳄语老师在204话为业表明 新剧情将进入现代片 现代片的主角不再是炭治郎 因为炭治郎寿终正寝 是在所难免的 第一部完美的结局只是铺垫 青色扁花伏笔等新主角来揭晓 至于新主角是哪位 可能是炭治郎的后代吧 好啦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小伙伴们有什么不同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喜欢小猪的 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哦 爱你们